烧饼虽美味 但烤制过程费时又费力 累得够香 整天晚上睡不着要累的 要三倍成的 是什么样的机器 遭到经验丰富的杜大哥质疑 李大哥 您看这饼都烤熟了 我看这机器也不太行啊 是啊 我看看 这确实是怎么都糊了呢 刚开始好好的 终极比赛 哪队又能赢得大家的掌声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炙饼魔方 烧饼作为中国的传统面食 外表金黄 口感 外酥里嫩 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是面粉 右手边是美味可口的烧饼 那么面粉是如何变成烧饼的呢 走 我带您去一探究竟 这一次 我们的设置组来到了山东省合泽市曹县的一个口碑不错的烧饼摊位 大哥 您好 请问您是杜远良杜大哥吗 是的 是的 您好 您好 我是我爱发明的编导孟斯 孟斯 您好 听说您做烧饼做得特别好 嗯 还行 您是有多少年的做烧饼的经验了 大概十年吧 十年左右吧 十年左右啊 对对对 那您能给我讲讲这个烧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是个流程是吧 对对对 第一步是和面 煮了面之后 这么个发面 嗯 放完面之后醒了面 嗯 醒完面之后就是这个面称动量 嗯 称完动量之后就是做这个剂子 干成饼 再上锅 杜远良告诉我们 要想烤好烧饼 掌握火候最为重要 火候太大 烧饼容易烤糊 火候太小 烧饼又不易成形 不仅如此 而且在烤制烧饼期间 要不停地用手拿夹子 翻看烧饼烤制的程度 经常累得腰酸背疼 半夜睡不着觉 大哥正好有人向我们栏目组报名 说他发明了一台烧饼机器 是吗 这挺好的 是不是也是做这种饼的机器 对 也是做这种烧饼 哦 那这样挺好 嗯 那我去找找看 找到之后我再联系您 您看可以吗 行行 可以可以 嗯 好的 大哥 我们要找的人名叫李良景 2015年 它受旋转烤鸭机的启发 至今一直在研制自动旋转烧饼机 这是一台怎样的机器呢 我叫李良景 我一定要做出一台成功的自动烧饼机 我从小啊 都比较爱吃烧饼 我原来学过机械 后来就琢磨 怎么能让它做得更快一点呢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 我在街上看到有那种旋转的烤鸭炉 那个烤鸭是在烤鸭炉里边旋转的把它烤熟的 我就想能不能利用这个原理 把烧饼也旋转的把它烤熟呢 于是我利用了六年的时间 终于成功的做出来一台能够自动旋转的烤饼机 我们的编导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了山东省何泽市曹县 发明人李良景的工厂 你好 李大哥 你好 你好 我是无碍发明的编导孟思 你好 总裁把你们派来了 您向我们栏目组报名说您发明了一台可以做烧饼的机器 这个就是 现在是正在做是吗 对 那您现在是做到哪一步了 正在做机子 刚开始 行 那您给我先介绍介绍您这个机器吧 行 行 好的 这个地方是进饼口 烧饼做好了以后啊 做成饼胚 然后贴到这个进饼口上 然后这个烤盘就能转起来 然后它自动转进去 李大哥耐心地向我们的编导介绍着烧饼机的内部结构 一些烧饼机是如何把烧饼烤熟的 看似简单的机器 实际内涵乾坤 原来饼坯排好队 依次进入入饼口 烤盘向师傅的手将饼坯传送到烧饼炉的第一层 首先烤制接触烤盘的一面 转一圈之后 利用齿轮再将另一面翻转到第二层进行烤制 等转到第三层的时候 饼就立起来了 进行全方位烤制 最后 转动的烤盘再将烤好的饼一个一个送到出饼口 一大哥刚才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 那咱们现在赶紧试试吧 试试您这个机器 怎么才能做出这个饼 而且做的好不好吃 行 我看看那温度差不多了 好 可以开始了 好 来咱现在开始 大哥您这个机器的话 这转一圈大概能烤多少个呀 这机器里边放满了的话 大概有30个 有30个这么多呢 对对 那转一圈之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烤熟 五分钟左右 来端过来吧 李大哥告诉我们的编导 他非常想亲自展示 自己发明的这台烧饼机如何出饼 但是李大哥在一次意外中 导致他的左手受伤 无法向我们更好的展示 烧饼机现场烤制的过程 所以他请来了他的助手赵大哥 来向我们演示 这台烧饼机如何烤制烧饼 只见赵大哥将做好的面剂子 擀成饼坯后 一个一个放入转盘中 饼坯转到了第一层 接下来是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烤制 五分钟之后 用机器烤好的饼出来了 你看看这烧饼都出来了吧 你看这颜色多好看呀 黄黄的 对 好 这盘满了 再换个盘 好 等这两个出来 好 放上面吧 好 好烫 我看这个颜色和我之前看的传统的手工的 差不多 感觉差不多 这口感的话 大哥我能尝尝吗 你尝尝 可以可以 没问题尝尝吧 好 挺好吃的 好烫 香吗 味道不错挺香的 就是现在有点烫 因为是刚出锅 我看它外面也是脆脆的 对 外酥里软 对对对 外酥里软 好 大哥其实关于这个烤饼方面呢 我也不是特别专业 我之前拜访了一位烤饼师傅 我把它叫过来 让他看看您这个机器烤出来的饼 怎么样 您看可以吗 行可以可以 没问题 那我去找他 好的好的 我们的编导把杜大哥带到了发明人 李良景的工厂 李大哥您好 你好 我把杜远良杜大哥给您带过来了 这是李大哥 这是杜大哥 你好 你好 李大哥 这个饼是这个炉子做出来的吗 是啊 你现在可不可以再坐一炉 让我看一下 行行 没问题 这边这儿还有剂子来 行 坐一下我看一下 来 赵大兄弟来 给烤饼 好了好了 赵大哥认真地向杜大哥演示着 这台烧饼机如何烤制烧饼 李大哥耐心地向杜大哥讲解着 机器的内部结构 李大哥这饼应该快出来了吧 差不多了 咱们看一下 出来了 这已经出来了 颜色有点强 对 颜色还有点强 看开始温度比有点低 是吧 那等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行 再等一下看 那咱们再看看 接下来出来的几个怎么样 行 这挺快的 一会儿一个 一会儿一个 这个这个颜色就行了 这个颜色可了 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 用机器烤出来的烧饼 口感如何 会得到杜大哥怎样的评价呢 这个颜色也不太好 就是没烤熟一样 这个有可能有个别的颜色 顺点浅点的 这不很正常吗 这属于不正常 就是我那烤炉烤的可更比这个好 你那个能保证每一个颜色都非常好吗 整体上来说就是比的好 你看你这个烤的 毕竟烤糊了 那你这是个别的 我不信你那能烤的每个都能烤的好 整体上来说就是比的好 整体上来说就是比的好 那我不相信 要不你就给我烤几个我看看 看到的怎么个好 行 要不我去拿我烤炉去 要不我试一下 让我看看吧 行 好的 杜远良回到了自己的烧饼摊位 满心欢喜地拆卸自己的烤炉 他认为自己做的烤饼 味道更胜一筹 李大哥 杜大哥把他的烤炉也带过来了 好好好 嗯 那就快快试试啊 试试 杜大哥检查燃气 准备在李大哥面前 大显伸手 杜大哥夫妻做了十几年的烧饼 做起烧饼 信手拈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杜大哥的烧饼做好了 李大哥 你看这个饼 我这个鸡炸饼好了 你看口感怎么样 尝一下 行行行 我尝尝看看 好烫啊 尝尝吧 很出炉的 李大哥怎么样 还行 和我的都差不多 您觉得差不多 我感觉饼那个好吃 我这个 嗯 我感觉看不错 咱两个基本上都一样嘛 那咱们拿好各自做好的饼 这边是杜大哥做的 这边是李大哥做的 咱们各自拿好各自的饼 咱们去外面 让大家尝尝看哪个饼好吃 行吗 行行 好 好 机器做出来的烧饼 与传统师傅做出来的烧饼 到底哪一方更受大家喜爱呢 我们召集了一些群众 来品尝李大哥和杜大哥做好的烧饼 究竟哪方能获胜呢 一半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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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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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哪好吃 二姐您觉得哪边好吃 我说这个好吃 为什么 为什么它有点 它软和有点味道 都有味道 这么好吃 觉得这边的好吃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味道十足 我觉得这边的好吃 为什么 听着大家品尝后的发言 李大哥心里有些失落 李大哥你看 是不是我这个饼 比你那个饼受欢迎了 是啊 看来是我这个饼确实还有一些问题 我回头再改进改进吧 李大哥想请杜大哥 一起帮忙改进机器 想知道怎么能解决 饼的口感问题 于是我们一起回到了 李大哥的工厂 杜大哥提出 再继续做一炉烧饼 想和李大哥一起研究一下 烧饼的口感问题 此时机器在不停地运转 意外却发生了 对啊李大哥 现在机器不出饼了 这个大哥一直在放饼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看 我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饼怎么没了 不行 我看看怎么回事 卡饼了 卡饼了 这饼都堆里边 赶紧停 大哥怎么了 卡饼了 饼都堆里边了 李良紧焦急地赶紧用钩子 把饼从烤炉中拿出来 李大哥 李大哥您看这饼都烤糊了 我看这机器也不太行啊 是呀 我看看 这确实是 怎么都糊了呢 刚开始好好的 而且这个烤的也不行 我觉得都没法吃了 这也是肯定没法吃了 还有刚才那个 我看了一下 有的还有 你看这个 你过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烤的都不熟啊 这个 这个颜色有点浅 这个人家有点烤过了 有点小都破破了 这机器我看还是不行 李大哥怎么回事呢 我再看看 我在检查检查 看看分析分析 哪有问题了 哪个地方还是不是太完善 我们走后 李大哥仔细研究着自己的机器 这台让他引以为傲的烧饼机 就这么失败了吗 李大哥一时陷入了迷茫之中 但他沉静下来之后 决定继续改建机器 接下来的时间 李良景不停地思考着 如何改建好机器 原来机器中的齿轮是固定的 手擀出来的饼坯 大小不均匀 才会造成卡饼现象 只要能让饼坯大小均匀 就不会再出现卡饼了 那么口感问题 它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机器又真的能改好吗 不久之后 我们又接到了李大哥的电话 李大哥 您忙着呢 你好 你好 我们又过来了 听说您改建好机器 我们马上就过来了 这是您改建好的机器 对 这些都是 李大哥向我们介绍 他改建好的机器 针对之前的卡饼问题 他增加了新的设备 做出来的面剂子和饼坯 每个都大小均匀 这样再放进烤炉中 就不会出现卡饼的情况 针对口感问题 他用机器的力道代替人工揉面 使面更筋道 再加入油酥 更好地增加了烧饼的口感 你看到吗 现在这些就是挂下来的油酥 放到这个面片上 然后咱把它折回去 然后再压的话 它就一层一层的了 来 解决了当时的那个口感 口感不好的问题 对 原来不是口感不好吗 对 就是把这个加上 它口感会变好 包油酥的面片已经做好了 然后咱下一步就是开开机以后 它就可以自动做机子 做机子 对 来 开始吧 加了油酥的面片 随着滚轮向下转动 这个地方就是开始卷面了 把这个面片卷成面卷 下一步进切刀去 切成一个一个的面劲 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随后切好的面团出来了 你看了吗 这就是机器切出来的剂子 你看大小一样吧 挺勇气 挺勇气吧 这就是和原来手工的那个比 原来上一次 我做的那个大的大小的小 你看现在机器一做的话 它基本上做的一样大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那个卡饼的现象了 把机子摆在这个床带上 一个个一个给半只 在传送带的作用下 做好的饼坯 就一个个进入原来的烤炉中了 那么改进好的机器 还会出现之前卡饼的问题吗 做出来的饼口感如何 会获得都原良的肯定吗 来 李大哥 做这么多 现在还没有那个卡饼的问题 我现在尝尝这个口感的问题 行 拿一个尝尝吧 大哥您看看 这个饼怎么样 这个现在一层一层的 比原来好了吧 比原来好了 确实好了 您尝尝 我尝一下口感怎么样 还是美国能的好吃 还没你的好吃 没有 没有 现在肯定比你的好吃 你口感还是美国的口感好 我现在肯定比你的好吃 没有 那两位大哥这样吧 明天咱们比试比试 看看到底是人工做的好吃 还是机器做的好吃 行 没问题 好 双方都在为明天的比赛 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今天呢 我们将进行一场烙饼比赛 我的左手边是人工队 右手边是机器队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山东省何泽市曹县 庄寨镇张寨村的村主任 张新游主任 作为我们的裁判 张主任欢迎您 你好 你好 李大哥 您有没有信心战胜人工队 有 肯定会战胜他们 大哥 有信心一定要战胜他们 杜大哥 您看机器队那边 可是说要一定战胜怎么样 您有没有信心战胜他们 有 有 有 您看我把朋友都带回来 他们都是有多年的作品经验 大家有没有信心战胜机器队 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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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你们成功 加油 今天我给大家各自准备了二十斤面 哪方在一个小时之内 做的饼又快又好 哪方则为胜利 张主任 咱们宣布一下比赛开始吧 好的 我宣布比赛开始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双方都忙了起来 各自将面赶紧放到面前 人工队分工明确 开始掐剂子 赶饼坯 上锅烙饼 忙得不亦乐乎 而此时 机器队也将面做成了面皮 准备做剂子 说话间 人工队已经做好了五个烧饼 锅中的九个烧饼也即将出炉 杜大哥这边也蓄势待发 正在将饼坯放入烤炉中 主任您看人工队这饼都出锅了 您觉得这个饼做的怎么样 您看看 这个饼做的不错 看着这个搅晃搅晃了 那您觉得人工队能赢 还是机器队能赢 现在看 我感觉这个人工队能赢 那边 到现在那边还没出炉 人工队这边出炉了 我感觉这边还能上去 行 那咱们去看看机器队那边 好的 李大哥 您这什么情况呀 人工队都出来了 我这已经点上火了 一会就开始烤 没啥 毛病吧 没事 您这机器没问题啊 没事 一会我这一开始出啊 就很快 一会就追上它 行 那我也期待您成功 行 好嘞 没事 不着急 此时机器队的面剂子 也做好了一盘 放入了设备中 不一会儿的功夫 机器队这边 也开始出饼了 美味的烧饼 吸引了很多食客 他们会支持哪一方呢 大姐 您觉得机器队能赢还是人工队能赢 我觉得机器队能赢 您为什么觉得机器队能赢 毕竟科技的力量还是强大的 人工能赢 为什么觉得人工队能赢 认负 人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经验 因为他们有经验 营造的比较快吧 你觉得哪个队能赢 我感觉机器队能赢 为什么 因为它的速度快 我相信科学的力量 人工队 为什么 他们毕竟干了那么多年了 经验丰富 动得也很显熟 人工 机器能赢 人工队能赢 人工队快 机器队这边却发生了问题 李大哥 您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是 这个轮子调的不合适 我重新调整一下 怎么个不合适 太靠下了 把这面都挤一块了 我重新把它调整一下 挤不住这块 你看这一块面就挤烂了 好 那您这个还能行吗 行 没问题 比赛时间过半 人工队连续出饼 忙得热火朝天 机器队的机器也修好了 继续把面剂子 放入传送带 压饼坯 饼坯进入烤炉中 准备烤制 但此刻 人工队明显感觉体力不支 慢了下来 大姐呀 我看您这动作 明显是比刚开始时候慢很多了 那干了一会儿了 就赶紧就累了 累了是吧 对 那您这还能有信心 站上机器队吗 还有信心 尽量加油 人家就超过他 行 加油大姐 看到您 好 加油 好 比赛进行到一半 机器队的赵大哥 居然玩起了手机 难道他已经 稳操胜券了吗 大哥 你这怎么玩起手机来了 快点干活 现在比赛呢 现在用不着我了 我穿过机器做的 现在机器做了 您不用 我不用做了 不用盯着吗 不用盯着 那这少盯着一点都行 好 那您有没有信心 站上人工队 那肯定有信心 有信心 对 行 看好您 好好 就在这时 李大哥却悠闲地走到了 人工队面前 李大哥 您怎么过来了呀 我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双方忙得不亦乐乎 究竟哪方能获得胜利呢 主任 您看这时间马上就要一个小时了 那咱们去看看双方的饼怎么样了 好好好 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 比赛结束了 大家都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带好咱们的饼 咱们来数数各自的数量 比赛过去了一个小时 大家呢 也把做好的烧饼 摆在了我们面前 那主任 那咱们都数一数 您数机器队 我数人工队 咱们看看烧饼都做了多少 好好 我们的编导和张主任 仔细数着饼 到底哪一方做的饼多呢 主任我这边是90个烧饼 我这边106个 好 那咱们这场比赛呢 不光要比速度 还要比口感 好 那接下来请大伙尝尝咱们的饼 您看行吗 行 行吗 李大哥 看看大家认可哪个饼 好好 我们召集了现场的围观群众 来品尝两队做好的烧饼 哪一队更受欢迎呢 好吃 外交里面 好吃 这个饼看了就很好吃 看着让上午很有食欲 口感很好 大伙两边的饼都尝过了吗 好 好吃吗 好吃 味道怎么样 大家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方 究竟哪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主任 现在投票也好了 那您还是属机器队这边 我属人工队这边 好 好 主任 我这边是8票 我这边是10票 那您宣布比赛结果吧 好 我宣布 机械队获胜 获胜 恭喜 恭喜李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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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